国内饮料市场每年有高达580亿元的商机 农会茶叶改良厂茶饮创新中心 今天就在桃园的杨梅开幕了 结合茶饮业者、学校餐饮科系还有青农 组成茶饮产业国家队 推动茶饮新配方 像是茶鸡尾酒以及蔬果粉茶 都是开发重点项目 农卫会茶叶改良厂给人传统的形象 如今茶饮创新中心正式开幕 要将茶叶加入创新思维 因应茶消费市场年轻化及多元化 加上国内饮料市场每年高达580亿元商机 茶开场吸手民间业者以及餐饮科系 组成产观学国家队 推动茶饮新配方 大家知道以前的泡茶 只是用茶来当一个主体 可是我们茶饮中心希望以茶当主体之外 也能够来做一个多元产品开发的一个运用 把茶也可以当配角 跟其他的农测产品的一些特色 来保健成分一起来做一个整合 现场展示多元化的创新茶饮 像是元气mojito 由薄荷紫苏叶加上柠檬和薄荷鲜叶 还有东方美人茶豆 将东方美人茶加上蜂蜜和金钻凤梨酱 另外又多种茶 金钻酒 蔬果粉茶等 希望开创台湾茶产业新的里程碑 那也会开放时段 让这个青龙朋友或者是业界从业人员 可以运用我们现场的这些设施设备 来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少量的打样 跟产品的试制 青龙的一个好茶的一个推动 然后也透过国内农产品的一个结合 甚至于好的这些配方 黄金比例的一个组成 打国际市场 然后共同来做相关的一个 国家队的一个推动 把台湾茶推向全世界 未来茶饮创新中心将规划 茶饮调制以及设备操作等专业课程 提供手摇引业者或是青龙进行技术咨询 协助民间进居茶饮国际市场